前面我們已經了解到 浮力支撐 然後移動支撐 還有轉換支撐這個概念 接下來我們就用這個概念來解釋 一些科學家所發現的現象 我們來看一下畫面中的這個圖 這張圖其實是從很多教科書上都會提到的 自由式選手在一次滑手的過程中 會有兩次加速階段 過去用其他理論會比較難解釋 現在我們來用前面提到的支撐理論 來看待這個現象 A點是我們手入水的時候 當手入水後面的手臂正要抽出水面 所以抽出水面的時候 前面的手臂正在逐漸加重 因為體重正在轉移過來 那當手臂慢慢的拉高 手肘慢慢拉高 拉到途中的B點 手肘來到最高點 前身B支撐手上的體重也來到最高點 接著手臂肩膀再往前放 就會產生瞬間的失重 因為失去平衡了 身體就會向前移動 所以B點到C點是加速階段 那當手一入水 身體會變成平油 就開始會有比較大的水準 而且因為失重產生 手上會空掉 此時沒有支撐點 反而形成多餘的水準 所以C點到C點會略為減速 接著支撐手又慢慢來到了胸腹之間 體重又會壓上來 因為身體的主要的重心 在平油的姿勢底下 在肚臍附近 所以體重再上來一次 再上來一次之後 因為身體現在還在移動 身體繼續往前 又會偏離支點 因此形成了第二次失痕 也就是第二次的加速 那也正是D到E的一個過程 那E之後又會減速了 所以每一次的滑手 有兩次加速的原因在這裡 那什麼是減速階段 為什麼A到B會減速 這邊我們再用這張圖來說明 當我的手往前伸入水之後 另外一隻手在身體的後側 所以主要的體重在後方 這隻手是空的 我們不是說了嗎 體重要上來才可以滑到水 身體才能夠有效率的移動 所以我們要把體重轉移過來 我提臂 然後慢慢把體重轉過來 那這一段過程呢 因為體重主要在支點的後方 所以它是一個減速的階段 當我把手往前伸的時候 就好比我把手放在這個桌上 現在是水的浮力在支撐我手臂的體重 它是很輕的 那當我的手在後方 我的身體也在後方的時候 它就這麼輕 它沒有辦法形成一個支點 它會滑掉 那當我把後方的手臂 提起來 肩膀也提起來 往前移之後呢 它變重 它變重之後 才能夠失重跟加速 所以這一段過程 要及時 要來得及 那什麼人會來不及呢 他刻意已經空了的時候 體重已經不見了 他還去推水 這種人就是會來不及回來 當我手在前方 因為支點在前方 我的後方的手跟體重 如果停留太久的話 這一段煞車的時程就會太長 所以我必須要快一點 把我的上半身的體重往前轉移 才能夠快一點加速 畫面上的B點 其實是手肘跟肩膀出水最多的時候 此時呢 有更大比例的體重轉移到支撐手上 接著就體重下降 也就是失重 加速的階段 那B點到C點 就是水面上的手臂往前放 這個時候呢 就要交給重力 重力允許身體 繞著支撐點往前旋轉 所以這邊有提到一個 術語叫重力力矩 這一個重力讓身體 繞著支撐點向前旋轉的過程 跟你的支撐點 以及你的體幣的高度有關 這個高度如果越高的話 你的力幣就越長 你形成的力矩其實就越大 所以我們前面有提過 我們需要有更大幅度的轉肩 手臂才可以提得起來 那它也跟活動度有關 那這張圖會比較具體來說明 第二次加速的起點 當我們身體的重心 通過支撐手正上方的時候 身體的重心在肚臍附近 一通過就會造成第二次的失痕加速 所以我們第二次加速的過程 其實不是我的手主動向後推所造成的 而是我的身體通過我的手 所造成的加速 那手會被留在後面 所以我們看到的這一個動作 其實是被動產生的 並不是游泳選手主動做的動作 那我們在游泳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我們的重心其實是 越靠近頭部的位置越好 因為這樣我們可以更快的把體重向前轉移 所以為什麼很多教練都會說 你的手一定要保持在頭的前方 而不要太早往後滑 也是這個道理 所以這張圖可以看到 當你把手往上舉的時候 你身體的重心會往上移 那這裡我們要更進一步說明 不要推水這件事情 我們從畫面上的這個選手示範 你也可以自己在家裡做 你靠近一面牆 你把你的右手支撐在牆面上 他現在是靠右手的手臂 支撐他部分比例的體重 接著呢 他身體往前 他是不是會撕痕往前倒 也就是圖中的B1的位置 如果在B1 B2的階段 他用力往後推 他會推到什麼 他會推空 因為在往前倒的階段 是撕中的階段 手上是空的 是沒有體重的 換句話說 下面這張游泳的圖 他的手在通過肚臍附近的時候 手上是撕中的 是空的 如果你還刻意推的話 就是浪費力氣 而且會來不及回來 所以不要主動推水 因為你推不到水 你感覺手變重 只是把水往後推而已 並沒有辦法幫助身體前進 那這邊我們要進一步說明 那為什麼教練會叫我 手要推到大腿的旁邊 每一次都要推到大腿旁邊 頂尖的游泳選手 不是都推到大腿旁邊嗎 那你怎麼叫我不要推誰呢 是這樣子 頂尖的游泳選手 因為他游速很快 所以當他的手來到肚臍附近的時候 身體移動很快 所以手很快被流到後面去 被流在後面 那當你的游速很慢的時候 你的手其實是不會被流在那麼後面 已經空掉了 你就要趕快把它拉起來 而不是模仿選手的動作 也要把它推到大腿旁邊 其實那是浪費力氣 而且是不好的技術 也就是說選手手肘會伸直的這個動作 是一個現象 是游速很快時候的一個現象 你不應該去模仿它 我們剛才提到不要推水 推水的下一個動作其實是提臂 那我們要進一步問 什麼時候提臂 是在經過肚臍就要提 還是在中間 還是在靠近大腿才提 這個問題我們稍後會進一步解釋 它跟水感有關 它沒有一個標準的答案 它必須要透過水感的練習 才有辦法掌握 那待會我們會進一步說明